這邊呢要說明說這個在我們這一個查詢這邊呢 有多加了一個類別查詢 那我們就可以依照這個類別去做查詢的動作 那也可以依照購買者的姓名還有時間去查詢 那這邊還有一個就是各類別的銷售統計與分析 好那我們這個的話呢就是我們這邊每一個群組裡面呢 他選一個群組然後呢按查詢的時候呢 他會把每一個類別所購買的數字呢統計出來 好你看這個是4000多嘛就是這兩筆 好啊這個是800多是這一筆這樣子 他會自動把你分類開來 好那如果說呢我們要依照姓名這個類別 好要依照某個人員購買者的姓名做查詢 那我就把這姓名呢把它補下去 好查詢 好啊這樣就變成就一筆然後呢4000多 那呢也可以依照日期 好就是購買的日期這樣子 好去查詢 好那如果這一天就買這些 好啊這個的話呢我們就可以依照類別去做查詢